是四船 刘伍郭好 这死体新鲜摩托车呀 月亮手机 最最不爱 CQ2000是重庆的 郭冰啊CQ2000 还有张家界的 还有张家界的土生国长 太好了 那我们就不用去找下二哥了 张家界 我也执行 我其实真的外面基本上没出去旅游过 当然我们星际的水游我们说实话 是遍布 全宇宙的 是连城的浩瀚星 为什么说全宇宙 就是 从东 我们说东到东极岛 已经是中国最东的地方 是不是 东极岛也有我们的水游 对 东极岛 再往东 日本 有很多我们的水游 有很多东银女子 然后再往东 到 美国 夏威夷 也有我们的水游 对不对 再往东 就到美利坚和中国了 那也有我们很多水游 往西 我们在那个 西藏 新疆 也有我们很多新鲜水游 阿富汗 中东 对 阿富汗中东都有的 我 我Q这好友我都看过的 拉登最喜欢放五地 再往 再往西 北欧诸国 我们很多留学生都是我们新鲜的水游 对不对 再往西 United Kingdom UK 就是大英帝国 也是我们的 很多水游 对不对 往北 我们一直到 黑龙江 墨河 EVA 就是我们 黑龙江 就是最北端的那个墨河 墨河 再往北 到海森维 是不是 就弗拉第五 QQ这就有 星鲜水游在 海森维的 还有 再往北 到贡清城 是不是 不是西伯利亚高原吗 我们还是先看比赛 第三场比赛 已经是赛点了 叫做手握三个赛点 表示轻松 你看 满一点的不情愿 对 不好玩 没有简单见过 继承了Slay Box的一波 双运输机直接 起脸 这种操作都可以有 是吧 还有这种操作 双运输机起脸 我就问你怎么输 这张比赛的地图是 安德罗米达 安德罗米达 好我们继续说 再往北 对不对 到那个 有南极的水 有北极的水 有北极的水 是不是 春作玉 什么 雪龙号的 对对对 往南 这不是毕福建的 是吧 我们一直到海南岛 有我们的水友 再往南 再往南 一直到 南海岛礁上 也有我们水 菲律宾 是不是 因为我们很多 战士 解放军战士 也是 星期一 还好 再往北 再往南 一路到澳大利亚 大洋州 大洋州 有我们的水友 南极州 有我们的水友 对不对 地形了吗 在珠穆拉法 爬山 有我们水友 是不是 他已经突破了外太空 地底下埋了 也有我们水友 前阵子我还认识了一个 在那个非洲 在非洲的那个星期区 那是丁一针吗 对 杨秘伟也是我们水友 新一点的 叫做红色人组 对阵 绿油油的 扇卡 哎呀 哎呀 完了完了完了 三不东西 拼路油油 绿色非常的环保 问题是扇卡真的绿了 但现场上的人怎么样 哪有 罗公轩天 扁炮齐名 红旗招载 银山银海 银山银海 哎呀嘛 老多了 那这个星期比赛太多了 我都 哎呀 这个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这 这 越搞越红火了 我这都想退役了 过一点 田园生活 是不是 像中华田园犬一样 因为还这么搞 就 有点 让我骑虎篮下 准备直接在三框上面造三 这都无所谓的 这都无所谓的 稍微偏一点也好 因为这个水晶 也不是那么的重要 贴着边造型 反正有两三个东西踩在边放就行了 然后边上再造个基地 颜色位置论是同族理论啊 异族理论的话不成名 有谁有说他想学英语 哎呀 学英语太好了 我跟你讲 来我们的这个 最近我为什么打的这补课 就是因为我想学数学 想学概率论 谢谢Nicalli 029 是 029是武汉嘛 然后我学了之后发现 我这概率论这个东西好有用啊 然后我学了之后发现 对星际也很有用 因为大家知道 概率人 概率这门 数学啊 他其实就是当初 因为人家想要 玩好德州扑克这个游戏 所以才创立了这门 这门科学 啊 你又得混了 我没有 真 这是真事 因为一个赌 而创得出一个学术吗 不是你不信百度 概率就是因为当初 当初要玩这个游戏 不是斗地乳吗 对 然后 好我先看这一波 哎 叫做威超非常nice 你看到吗 上次那个什么 是谁来着 五个铁铛铛铛打五条狗 然后死了五个 哈哈 是谁 是不是他 说给大家罗 这次他改进了 决赛毕竟是不一样的 一波一波 这个每一次都是这样 开心开心开心 叫做说 先送一点 先送点人情 老师打动我的思路 我刚说到哪了 概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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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 五条狗打五个枪名的 死的概率有多少 是概率非常的好玩 教主上次是死了四个枪名 这次一个没死 概率论 最 这个怎么改善 最有用的就是 复利也变化 就是你要让我单纯的去学概率 我真的学不进去 但是用德州扑克的方法去学 就是比较趣味性的学习 你就能学进去 你像很多像心理学啊 那时候都是因为打星际才学的 运筹学啊 对吧 信息论控制论 系统论 都是因为心机才学的 有兴趣 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的居然家之一啊 就是发明那个计算机的 弗诺尼曼 他当时证明了一个定义 计算机 计算机 就是在这种两人 对抗的 游戏里面一定有一个 完美的策略 就一方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完美的策略 让自己处于 胜利或者不败的一个状态 后来纳什在此技术上创立了纳什均衡 所谓纳什均衡就是 我方有一个最优策略 这个这个 这么早的BV 是BV吧 二方后面 是BV 咋就咋了 BV声音房的 他就要当正面了 突林是提出了这个概念啊 主要的工作都是坟诺一漫完成的 乔冰应该是射程美好的人的话可以再让三方后面搞点事情 是 是 这么压 叫做你 不防下对手的飞龙吗 叫做我 显得非常的自信 他在奥比林领先的情况下打得比较的 潇洒 自理 一条飞龙 一条飞龙 臭屌死 这要潜龙勿用 一条啊 这这这狗是想在这 编队甩飞龙的吗 但是你又一条飞龙啊 出一条飞龙是正确的 多出无意 事实证明 再来 尴尬 兄弟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狗 你为什么一定要站在那条狗 是不是 这条狗有什么 奥秘吗 那是你生理养你的地方 你在赛前练习的时候应该想到啊 对不对 你不可能只在那里卡狗 变飞龙 第二时间就蓄了一波费龙 正面的话 你没去退守家里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不去的话你就来甩这队小米好了 这一币 人族打得好的话确实从族比较弱势 特别是在人族 像Flash这样的 完美的运营 啊他可以比平常都很多人口和冰量因为他主要是停气 他对于气体的控制非常的优秀 所以他导致他前期的经济就会比正常人好 你到现在没三框 这怎么玩 你真的想救免高一波 没三框都不要紧 没三框都不要紧 为什么他有 他有三框啊 没三七 对这三七无所谓 因为他本身就是以狗为阻力来打 以狗为阻力来打 早生一防嘛 事物很多 主机第三个从软一直都不用 正面再来压 是很吃力 但是这一波应该也压不到什么东西 这波波罗得要被要被剿 直接一阵新闻就打过来 好过来 这个地方就有产没什么意义 这边有四个地方 关键你的四框 如果拉开 四框刚刚放下对手 紧接的跟过来应该SV吧 是 枪毙 SVSVSV 看到你刚放了 坟诺一般就证明了在这种两人对抗的游戏里面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最优策略 后来 纳什均衡就提出来了 纳什均衡他的理念就是 我方 选择一个 最优策略的 情况下对方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都不会影响你是最优的 狗的数量很多但是这手枪没硬的话 底下 顶尖的星际选拳手 你就像Fresh 他其实就做出来的就是最优 他这个最优不是通过计算的 他是长年累月的 高级高级 看正面 这个LUK 没有很多输出环境 LUK没有必要这么埋 看 这波吃的比较完美 但是没有用 因为重途现在才刚开了三框 刚开了三气 然后升那个三本 爆出大量的小狗 一攻 一攻小命对一防狗 正面其实傻克拉还是有机会的 狗的数量实在是很多 不过 这个辐射很要命 几乎是 再次强行报价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小狗的攻防 两防 看到没有 这个狗 教主是有两个地宝的 教主是有两个地宝的 后续的小狗数量非常的足 教主 教主自己都不敢相信 为什么对方 输出这么高 小狗太硬了 居然他有两防 好像是轻毫 没有轻毫 不仅是 后续后续狗人们跟上 后续如果有狗跟上 教主就非常危险 这个是数量不多的一些 废龙但是 两防就是好 可以盖 可以盖这个 勒克本身自带一防 有了两防之后变成三防 枪边打他基本上就老痒痒 所以看 看起来他兵也不是很多 但是感觉就特别的给力 这就是 下卡研发的黑科技 没用了没用了 别的 没事 他至少正面已经不落下风了 正面就是 说了他这个三 三矿实际上早开了 他就用水晶带起气体 然后以狗作为主力 正面教主打不过 问题是后续的狗 没有跟头太多 对吧 小狗两防了太可怕了 马上三防 要不就这波就打 不然的话叫我一波空头 又要命了 但是但是但是这边能不能看到 这这不这个是废话的吗 放开枪 掩护一下自己的赛眼器 你看两防的农民好厉害 两防 果然精髓呀 果然精髓 啊 这个自杀机的位置 这个小狗的位置 小狗的位置 看到了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吧 我们是看到了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 反应很快 哦 开脱了开脱了 教主表示 啊 我也有惊天 但是现在教主升到了 两攻一防 用SK来打 闪开的选择是用 防狗 防狗来打 这打法有点像那个被抓起来的那个来福 听见的打 就是狂暴小狗 高攻防的小狗 对对对 这个策略 不要射自己的狗啊 非常的相似 不要射自己的浓民啊大哥 这不会死 因为他那个服射 一下子 蝎子血量太少 直接就服射死 这样刚正面的打法 确实是 才是最正确的打法 谁说从 从 重突 不能刚正面呢 就是用高攻防的小狗 跟他刚正面 这局已经问 结束了再说 不然的话 我至少场面上不如想 输 输不输赢不赢 真的无所谓 一致生死鱼都外 全部被复杀 球太多了没办法就限制 双运速接 他的 两个气况正好是双飞机场正好是可以不停的造 是不是直接挖掉上去了 是他细点强行的挖掉上去了 哎呀 自杀机慢的一点点 比一望之下来的更晚一些 四个自杀就全死了 打掉一个地吧 这里不是核心区 如果是投在分框的话呢 确实有点同 防护 漂亮 再来一个吧 不行 还有 必须得第二组 配的有第二组 好 浪克过来 这部话解掉 那关键的两个用机拿去了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都被撞掉了 开心开心开心 只剩下三个强民 但是也各 李约翰喝一胡子 这个操作起来很累了 打乱了打乱了打乱了 没节奏 盖一下自己的农民 可以 咱们再来再来再来 现在教育公司只要投投四况 对进入的是无限空投节奏 但上卡并不是很怕 上卡现在这就是关键 这头这头是关键 他攻防上其实他是领先的相当于 他有三黄的话他非常的可怕 可惜球过来想要扶手 那边四方已经有防守了 但是但是没有切的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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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打了一个双线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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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重复确实 没有办法反应过来 崩溃了崩溃了 就是科技球啊 一放弃抵抗 不要放弃 慢慢说 可以坚持的 三防了 重处已经三防了 你看这个look好硬啊 又撒了一把雷达才干掉 啊 洗吧 这种兵器3比0横扫 上卡 未免ASL的冠军 完了完了完了 防法未免了 你也未免 叫做又要来毁灭星际了 2smore 这个其实我觉得星际的 星际的冠军奖金更出斯莫啊 星际的冠军奖金更出斯莫啊 玩冒险不玩了 走了走了走了 给人任何机会 哪怕给一点 啊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 冲突还是能打 哪能打 能打真的能打 他最强势的那波没有拿冲下教主 他已经有烈士了 我真是觉得 如果一个顶尖的冲突还是能打 然后教主损失的只是一些枪兵而已 我们期待下个赛季 Ligiton选手 Ligiton选手 别别别别别 街灯还是个小同志 我们期待下个赛季Ligiton选手 没事 我告诉你下个赛季张飞 要来制裁教主了 完了完了完了 张飞 张飞大帝 哼 教主你是是嚣张吗 对不对 下个赛季张飞一定会制裁他 因为下个赛季不可能再选这么坑屁的人 而且下个赛季秋天奥了我跟你讲 秋天的童话 我们的废本回来了 废的废的废的 哇 这现场人士有点多了 那完了那完了 韩国星际要重新开始职业化了 现场人士这么高 对不对 那完了我最近据说确实是有小道消息 各个战队要重组 星际职业 我觉得他们确实应该搞一个 你看打到2017年居然还有这种地毯式空投 运输机起点战术出现 是不是不失为一种新的创新 重制版一出 韩国星际真的可能 重新职业化 原来你说星际死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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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了可以打两届个人赛还会打两届个人赛对还要打那他说战队赛是要那个的吧现场的吧现场的战队赛吧还是 这个他不就之前那个ASL team 那不算 对我们现在只谈一不谈二容易引战 不需要地图稍微弄弄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说那个真的我是觉得重组 这个赛这个赛季的地图重组都挺不错的断路器啊outside的安全没打这些地图ZVT的胜率都超过万人50你要说这些地图还不行是吗 就没有地图了 放重播兄弟今天这放什么重播啊对不对今天待会再放重播待会再放现在时间才早对我们直接户外直播了6点40我们马上头部去这个江南街了啊做做苦行僧是假行僧 我要从东周到西飞呀飞呀我的交方中飞呀飞呀 不管怎么样啊还是恭喜教主 好这个是赛卡的飞温女友吗 这是小哈尔的姐姐姐姐啊奶奶的孙女啊那就是德国德国骨科师妹了预解预解 啊今天就是做了过来给赛卡做医疗兵的给大家聊聊商聚一些 啊你看你看这就是下一代的ProProProGamer 谢谢乔他妈给的火箭是不过我太感动了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火箭是吗平时都是所有帮我打飞机送我飞机第一次送火箭送火箭太浪费了别送火箭买我们的茶叶就行了 我还是还是需要感谢一下感谢一下啊感谢感谢感谢 就相当于教主收收五百的气球嘛对不对要跪鞋一下跪鞋一下跪鞋一下 但是但是你你这样会不会收收一半会不会收一半怎么这个上面啊你怎么才六千多的关注啊人家都五万的关注啊谁啊经济啊哪个经济啊五八我看到是五八双雄啊什么的 还是签约的你也信啊啊随便刷刷数据好了我这数据都是真实的好吧 真实的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我在那个手机上面看对不对他就是因为是签约的 他直接推送推到对前面超管推荐你对你这个破屏破破破频的人家是手机上面是看不到的而且人家基本上到24点是在播我们一个礼拜才播两天对不对 但是不要紧未来也不是未来就这些结束之后我们谋划出去玩玩完之后我就收心了我每天都播了真的是保证每天都播啊最多一个礼拜休一天 这么好啊但是我得先想办法搞一台电脑 你们给我众筹一台电脑好不好 大师表示他一万块钱电脑跑不动 所以我很尴尬 我准备五千块钱买电电脑大师说他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电脑不用 然后我就怂掉了 我说啊 你至于吧我们电脑有线程的 这到处都是电脑 那本来就没什么用啊 我上又老下又下 儿子昨天幼儿园报名 一年决费要两万多 还不一定能上 因为我们是瞎子女 那肯定 我们是瞎子女知道吧 但你要你要知道做心计是赔本买卖啊 没关系啊 每年有人赔就行了 有大伙赔就行了也开心啊 每年其实做心计服务器的成本 还有服务器的成本每年就要几万块钱 然后 你们看那个弹幕量就行了 这种人数都是虚的 而且我也不指望签约能赚钱 因为我直播的Africa的一些比赛 斗鱼它有会有限制的 一旦有AfricaTV那个露出 它直接把你封了 所以很烦 这好像是暴雪的人在给他颁奖是吧 暴雪暴雪的 暴雪的是吧 跑的 哦暴雪的 那个 所以你们这个右上角点一下关注啊 他关注太少了 再次感谢他妈的火箭 我跟你讲人家的关注不是刷的 是真的 不是刷的就是斗鱼给他安排的 明白吗 对 人家斗鱼 他不是说自己淘宝买的 是斗鱼给他调个数字加个零 斗鱼的月活几千万 有了 五万人关注星计 真不多 真有这么多人 只是他不知道你而已 你要一直播 那确实慢慢人会多些 我肯定天天播 而且 但是我不能播的太晚 毕竟要带孩子睡觉 6点钟播到个10点11点 最少20万关注 那肯定 随着以后星际的比赛 越来越多的话 最起码能做到 像我这个频道 那也有 五万 那你是做了一年啊 我是才做多久 从3月份第一届比赛开始做的 跟第一场比赛开始做 做到现在三个月 是吧 我们一周就两天 对 那当然是怪我了 家里吃太多了 做得不轻 然后 然后 第二 电脑太破 但是这个都是 可以解决的 这个都可以解决的 这个 不是A台的老板 A台的社长是一个 有点略微谢顶的 笑容可惧的男士 是 他应该也是谋高高的 对 我挺想给大伙翻译一下 你这个也没必要 你也听不懂 Chimpies 我之前说错了 不是3000万海人 是2000万海人 这个是和之前 MBS冠军是5000万吧 是 OS要是4000万 你少了一半 但是你不错了 而且教主他们 根本不指望这个 绞筋活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就吃几顿肉而已 教主 教主每天出气球 受到手软 对对对 KT的总裁 KT的老板 KT的副总裁 之前上一届 不是他也来的吗 上一届也颁奖 他也有他 KT的 他们在这个很划算的 韩国星际的影响力 主要是都是成年的用户 而且KT都是通讯的企业 对吧 下一个KT还会赞助 你信不信 星际的用户 都是有消费能力的用户 所以他赞助星际是很划算的 星际在韩国就相当于 差不多那个 就不说英雄联盟吗 就是DOTA DOTA在韩国的地位 DOTA在中国的地位 当然虽然DOTA现在也 也 Dead game 不是Dead game 就是走下坡路 但是每年TI的时候 他的分值 还是要比英雄联盟相差 不多的 或者说甚至是可以超过当时的 英雄联盟的指数 接下来就是要宣布一些好消息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下届的赛事干嘛 我们Africa社长也看到这种场面 肯定是要上来讲讲话的 是不是 得瑟一下 今年我们本来是准备做三届 现在看来大家热情这么高 我们决定要做六届 做三十届 那这很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说下一届的比赛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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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热 趁热 就感觉当年那个 猪龙局总理视察巨人 那个家属 距离的老板 持一众一样 本来他那个楼要盖二十层的 总理来了一次说增加二十层 总理再来一次增加二十层 后来要说炸到一百层 结果就破产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的观众就跟总理一样 现场来了很多人 你看社长就很兴奋 是不是 从来没想到 我们这个赞助 竟然能够收受观众 对 我现在需要的是 但是大家很尊重我 所以 对吧 我把钱掏出来 给大家办比赛 这件事情 我是非常乐意的 是不是 我这个时候呢 对钱已经没什么追求了 对吧 我追求的是 韩国人民对我的 景仰 景仰 崇拜 是我拯救了心理的话 你们不用感谢我 你们都在心里就可以了 有一个Sonic的搞了心理 搞得不错了 等于后来他进去了 那我就继承了他的衣博 我把他搞进去了 你包括我们在国内啊 其实也可以组织一些赛事 这个 还是那句话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对 我们期待的又有新的什么 入锅这些人出现 是因为 来拜一些国内的赛事 因为这个社长呢 我们已经见过好多戒了 这个社长是属于的人来分 每次 他一上台看到那么多人捧他 是不是 那么多捧革 心中就膨胀了 他心中一下子就膨胀了 就感觉自己像锅的钢一样 斗的非常的好 所以马上就各种许诺 各种承诺 各种发微信 各种发微信 各种吹牛 吹牛 今天话不是很多啊 但是就是 没有像上次一样拿一个小纸条 让我稍微有点失望 稍微有点失望 没有 他就换衣服了 马上来跳舞了 但是基本上他们计划已经做好了 今年ASL估计还要打好多戒 因为现在是6月4号嘛 今年已经打了三戒了嘛 嗯 从过年那一戒到后面那一戒 那年前的 那两个都是年前的呀 因为这个是ASL的第三戒的个人赛 就是去年两戒 今年这是第一戒 然后下半年应该会开始第二戒 你说 他不做这个他做什么 对不对 他也没得选择 他也 他想做 人家给他做吗 对 拳头给他做吗 不给他做啊 他只能做这个 对不对 做这个人气也不差 也是 是 再次 新闻的奖杯 这一幕啊 这一幕 那什么时候AS有三冠 发一个什么 金键盘 金耳机 金键盘太贵了 包金的也行 这个属于这个是我们这个 浙江义务小商品 东海 雷人岛东海 雷人岛东海 雷人岛东海铲 水晶嘛 水晶之销 你一个成本也就是5块钱左右 然后烤一下 10块钱 磕个字 今天比赛 没有输出什么状况 总的来说还是非常的顺利 太顺利了 直接3比0了 啊 你09年看这个画面看到现在都看腻了 那这星期啊 晚上09年你看 叫做一个IEM的冠军 每次做直播的时候 一场比赛打完 都要放一下他IEM夺冠的这个画面 回来 回来打星际之后 他又开始自己的 吃肉节奏 别人只能喝汤 呦 待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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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竹爆狗深攻坊确实还挺厉害的 他包完之后 后续就狗就没有跟上 这个比较尴尬 他可能 你要不然就站 但是问题就是 虫竹爆狗西攻坊 他最怕就喷火瓶 是吧 你看星期二没有喷火瓶 星期二唯一刻口的就是 火车 火车 还有那个地雷 相对来说星期一那天还好一点 星期一只有那个喷火瓶刻 其他都不刻 喷火瓶的话 我觉得还是好处理的 直接就 接下来我们播点啥呀 我们先下盘围棋吧 你不是受害了 我们刚才说到那个人工智能 对吧 人工智能现在在 像围棋啊 德州扑克啊 他都可以完美的击败人类了 但是星期争霸 星期争霸 他不行 星期争霸现在最强的电脑 最强的人工智能 他都可以完美的击败人类了 但是星期争霸 他也干不掉 干不掉人类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讲为什么 因为 主要就是星际争霸 他的计算量 其实要远远超过我一起的计算量 非常的难算 我也不想这个地方我还是要补一手 关键这手应该怎么补 怎么补比较舒服 对吧 其实本质上来说我觉得